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是1月20日 很快很快很快 又到1月的可能期止結算了 在這裡裡面來看 我們要看看 整體的是大市 最近很興奮 原因是因為有北水的流入 其實北水的流入 已經置之已久 不過特朗普的催谷之下 突然之間很多的北水 醒覺地找到南邊這邊 是有個很好的蜜糖情 A股已經有人說 他們是已經開始價過高 要求或者建議他們要沽出茅台 就馬入中移動 就沽出了醬油沙律油 就買入中海油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裡的東西相對較便宜 在這個北水流入裡面 我們有幾件事要留意的 第一 這個將會成為一個常態 一直都會有北水的流入 他們會尋找 以往歷年都會說的 真的從未見得到的 就是AX股股價的差異 以前AX股股價的差異 A股是貴過 AX股平均是35%的 有些更貴過 有些更貴過 3倍 5倍 之後也有個別的 這個是港股 它跟A股的價格差距很少 是在5%之內 甚至有時候 港股是貴過A股的 在這裡我們為什麼要看 這三方面的分別呢 港股貴過A股 或者港股和A股之間的差距是很窄 在5%範圍之內 是不正常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定要預住 人仔和港匯之間 可能有一個匯率的風險 這個匯率風險 如果你維持著起6%至15% 那就比較OK些了 當然我們要考慮到的就是 如果人仔一路升值的話 那會出現一件事 那些人會是賺股價 蝕匯 因之他就不會買的了 如果看人仔有貶值 那又不同了 因為就將會是港 港元會貴過人仔 那將港元匯回去人仔 他就會賺了錢 不需要說很遠 大約說幾年前 人仔還是對港元是怎樣呢 80元的 什麼80元呢 即是一百元人仔 只能換回80元港元 到現在就不同了 只要一百元人仔 你就可以換到百二元港元 我在這裡這樣看看 你會知道 如果中間的股價只升了30% 我怎麼能夠彌補到 從這裡這樣的匯率波動呢 所以在這一點一定還要看匯率的趨勢 現在他們這個A股的資金下來 其中一件事 就是不太擔心 人仔再強化的升值 或者他們認為不要緊 只要我拿著你 是好幾年 三五七年 那這都是 這個等等一件事 匯率變化 一般是有一個六年的周期 那我又不怕了 當然另外有一件事 就是 有些事就是 港股這邊有得賣 而這個是國內沒得賣的 例如港交所 那它有局來這裡買的 那起這一點呢 又不同了 因此 之後 北水流入多少 第一件事 要看看 那個A股股價的差異有多少 第二件事 也要考慮到 國內是有一個限制有些基金 個人定計 基金的話 他們限制他們 持有的是這個所謂港股 的百分比不超過50% 那起這一點呢 即是就算你有港股通也好 它買這個 有一隻股票 又有A股又有H股的話 它可能這裡買了A股 另一隻股票 可能要買一個H股 抖回50%的比例 這個是他們的法規 無論怎樣都好 接下來這幾年裡面 估計 北水都會流入多一點 所以我們應該要知道 北水他們炒賣的作風 它是首發 他們通常就是以錢達死人的 一不動 一動就爆爆爆爆爆爆 一不走 一走的時候就跌跌跌跌跌跌 所以波動是會相應大了 朋友就去買股票 就去留心這件事了 而記住有一件事 有幾個字 是你A沒有我H有 一定是矜貴 你A有我H有 就一定要H要夠便宜 如果A有H有H不夠便宜 那就不用想 如果H比A貴的 除非你是平保 這個經常都會出現 是H貴過A的 那為什麼H貴過A呢 因為除了有得水會來 之外 凡貴撈水都來買它 某些時刻 平保是會真正貴過A股的 這幾項事大家就要記住 看看期貨指數這方面 第一 第一 今天是用頗多月線圖 之前月線圖最高 是3.3萬 之後 這裏就是跌下來了 在這裏大家有一個看法 咦 為什麼這裏好像是跌下來了 這個跌下來了 最近不是說有很多成績大了嗎 為什麼跌下來了 這個期指的合約張數成交 即是說現在期指的產物匯約度 應該不讓以前大時代的時候 是這麼瘋狂的 在這點 周線圖 它也是升穿了保利亞通道的上軸 理論上如果要再好的話就要繼續去 它去不去得到 看看日線圖上面 如果日線圖上面它開始脫離這個中軸的話 它會出現一件事 是打橫這個潮整 然後再湧上去 在2021年裏面 3萬點 3萬2 是應該可以見得到的 有朋友問大家 買了 黑了 怎麼搞 有朋友 他認為 咦 大家都這樣這麼堂食 會不會有一件事 是會很慘呢 是的 是挺慘的 因為這些疫情的而且 使很多這些零售股受到影響 這個是月線圖 月線圖 大家看到上面 這裏有三個頂 即使25元 基本上是一個頗大的阻力 而這裏下面也有兩個底 大致上應該在18元左右的地區 這裏之前我介紹過 就是以這裏來做指示 虧了 那就一定要走 現在在這裏 它又在這個地區裡 是有一個組織 一個反彈 來到這裏 看到28元這個地區 即是18元這個地區 是開始 亦都有少少的阻力了 阻力 你就將會要是怎樣做 這個周線一連圖 一直已經是拉窄了很多 日線圖上面 亦都是見得到 是要 希望突破上去 最近 似乎是拉離開了這裏 那就上去 希望可以做得到 它是不便宜的 市盈率31倍 息率只是1.5厘 這個變成比較上面 是差一點點 不過要記住有一點 大家下是否不可以派多些息呢 若然他派多息的話 情況會有不同的 所以現在起大約16元左右 我覺得沒有法子 暫時拿著它 看看它可不可以再湧上去 中國海外發展 我以前曾經也介紹過這隻股票 認為它是十分之好的 原因 它是國企 它又沒有過三條紅線 不過 總是被人沽到一隻狗 這樣 不過這幾個禮景日裡面 就好了 含難基本有資金流入 從這裏一路沽下來 這個月線圖 在這裏上面 29元 30元左右 也看到有幾個頂 現在也跌穿了這裏的水平 因此在這裏 這個就是阻力位 但是博利加通道的 是中族這裏 是23元左右 不過我認為 在這個688 中國海外應該已經是 捱出了頭 因為中國海外 它是紅醜股 國內沒有的 國內有的 是自己其他的地產發展股 跟它是有些不同 它息力有5厘 PE只有4倍 在這點來講 是相對之有吸引的 因此北水繼續去買它 是不期的 你看到這裏的成交是大錯 如果它再跟著買它的話 將會怎樣做呢 那我就認為 它可以有機會 看回22至24元這個範疇 即是22至28元這個範疇 就是24元這個範疇 就是在這些上面 它已經升國保利加通道的是上軸 它應該繼續還會向上去 不過由於它暫時升得比較多 因此買的時期之中 一定要看止蝕位 中二龍 中二龍我之前說 就是這麼殘的股票 是抵給納的 也都看得到 不過有人要留意 一路有資金流入 流入流入 昨天少了 今天開始看到有流出 會不會已經升到舊呢 有機會的 去到這裏 在這個月線圖上面 它是影了上來 去到這個位置 它在上的時之中 它已經破破了這個 周線圖上面的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再跟著又湧上來 湧上來之後 跟著又怎樣呢 估計它應該可能 去到5至3元左右 就有阻力 最主要有一件事 中二龍裡面 很多人會問 喂 它很殘 不過我只是想說 5G要用的話 能不能夠沒有了中二龍呢 相信不可能 跟中國電訊聯通一樣 不可能 特朗普要制裁這三支股票 中國人應該要感謝它 因為這三支股票 再跟著 不會被美國佬拿著 是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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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不要他們喊癡癡癡 這樣問題就是在於 5G的發展 可以這樣說 今年之後 阿爺一定大力催谷 大家亦都要想 喂 中二龍 會不會很發達 又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阿爺一定會說 你要提速減費 基本的看法就是 每一個JGB 以後你只要收一毫字號 一年 一個月裡面 就給你十元 不過十元 是不少錢的 我忘記了十元還是一百元 在這一點裡面 是不少錢的 那一定要靠著 和其他人的合作 做其他的增食服務 在這一點 我估計 中餘洞也好 聯通也好 中電信也好 都會在日後 當其他很多的軟件 出到來之後 有其他東西 大家可能會有點問 電話而已 怎麼能夠打這麼多 對 正確的 不過如果發展到 是無人駕駛的話 你的車一出來 你就在打電話 即是說 你講電話 你不會講一個小時 假設你開車 由廣東省去到廣西 因為很多高速 你一分鐘要一個小時 其實你的車 在那裏 全程都在打電話 在這裏的收費 是可以不少的 曾經有個笑話說 馬雲不小心有望 下載電影 不記得關機 因此 他翌日就破產了 原來 他是用4G的收費 他應用5G的服務 這個當然貴很多是不行的 5G一定是便宜很多的 因為哪個人 有這麼多馬雲的錢 可以去破產 這點是需要留意 即是說中移動 日後的路 是會越來越廣 不只是長和闊 是廣 即是他可以收費的範圍很廣 不過 阿爺一定會使他提速減費 鐵塔 鐵塔呢 前幾天是出現了有資金流入 今天少有資金流出 有人就會對這裏有衷勁 其實 在這點裏面來說 我們看看月線圖 鐵塔最低時是大約一元零幾 和最低位是九毫七 上差無幾 即是鐵塔已經走完一個很大很大的調整期 現在是時候可以上回來 我會認為 今個月是鐵塔的長征第一步 起這點他可能會上回去 當然不會一上上到過半 也不會上回到兩個三 那麽多 應該只是上回去 那又是過三和過四 因為這點裏面 就要等他要反彈上去 也不需要太心急去進去 你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等有閒錢才進去 因為這個股票進去之後 你真的要慢慢等 等他一年兩年三年 我也不知道 不過大約在一元雞 他應該比較有多好 不問題是一元雞 那時候你派息又不是高 那真正我都不知道怎樣搞好 在這點裏面 如果真的買的話 大致上在1.18買 或者過三買 為何會這樣的情況呢 1.18就是跌落它的低位 過三就是你升穿阻力位 升穿阻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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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會可以向上面 過三 在這裏 曾經前天見過 昨天見過 升穿過三 即使你繼續向上 那即使說 要是你跌下來 我趁低鬧 要是你上突破 破位 我就跟著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對鐵塔的看法 追的時之中 就不要太什麼了 如果你們過三 入了的 那就打算過四出了它 那如果1.18 這個入了的 你就打算過三出了它 那這個呢 就是基本上 是一個這樣的看法 有幫保險 有幫保險 一直都是給很多人 認為是很好的股票 而且它是很好的 那最近幾天都有資金的流入 不過 大家看看 以月線圖來看 有幫 可能在113元 會暫時見到大的阻力 和見頂的 現在是105元 即是再上的幅度 可能大約8元 為何這樣看呢 這裡是一個圓底 這裡是62元 這裡是98元 98元和62元 減起來之後上去 就是113元 這是用技術性的量度升幅來看它 當你說 不是啊 它這些時之中 這裡夠凸穿的圓底 再跟著升了很多 是的 升到這裡之後 又再調整 這裡凸穿圓底 是的 它升上去之後又再調整 是這樣 所以你要看到 估計它 我現在看技術上的走勢 就是113元左右 是一個可能的套利位 之後 記住是要賣回來的 好了 這個是日線圖 六個月 還是沿著保利加通道上續是去的 不過留心 今天是出了一支陰燭 這裏是今天出了陰燭 會不會再遲些 是離開了保利加通道上續 是好像這些這樣 都離開了 好像這裏這樣 上來之後 離開了 打橫走 然後再去 今天推介的股票 叫配加醫療 這隻都是香港的股票 國內是沒有的 你要買的 就來到香港買了 問題在於 這隻股票 到現在都沒有盈利 不過 雖然這些生物醫療股 都是這樣的 就是 不賺錢都不介意的 這樣 最近這裏 資金流入多 今天亦都很多下的 為什麼會要推介它呢 第一件事 它在這裏上市 就是 37元左右 最高位 很快就會滑下來 滑下來之後 看到19元 19.9即是20元 跌了是17元左右 現在反彈上來 反彈上來 什麼呢 就是這裏我亦都看 可能是一個軟體 這隻是新股 照計上面的 這個就是 所謂的 重倉貨 紮住等等 虧本貨 不是這麼多的 因此 它現在突破了之後 它可望 有機會 是做上去 33至40元 由於它是新股 上面是蟹貨不多 還有 這是鐵塔 一年來看 一路下下來 一路蟹貨很多 由於它這裏 真真正正 我想很多人都在這裏沽貨 對它完全是死心的了 特別你看 如果這個是月線的話 可能對它死心的了 死心完了之後 上面都開始 希望它沒有這麼多蟹貨了 好 再跟著我們看看 這個其他的 這個是有關於推介股票的紀錄 這裏有 這裏再有 跟著就是解答觀眾問題的 起這一板 另外就是 維持十天的 十天之後 這裏就會刪掉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